李宗盛雄的治療運作 最重要是找到病人的痛點 很多時候病人會問我頸痛 或者我肩膀痛 他只能指出一個範圍 但不能說出最痛的地方 一定要靠你自己去找 找手法 就要大力點去找 我們要找一個叫Ouch Point 或者很痛的地方 不是說有點痛 通常你按到一個地方 就要大力點去找 他這樣帶你去找 或者他扭下去 找到痛的地方 很痛 所以這樣叫 這就是我們要治療的地方 我們叫治療 是叫壓痛點的治療 譬如我們當作 這是我們需要治療的地方 我們把小凌晶 首先最基本是開了 開了之後 這所謂的電是一個零 未曾有電的 你們要找 放在一個壓痛點那裏 接著 就將那個電力慢慢加 加到病人認為夠 其實越高越好 夠的時候說什麼 可以嗎? OK 你便放在這裏 大概半分鐘 讓病人習慣了這個感覺 接著我們就 習慣上 以壓痛點的治療 我便會用那個AM和FMO 一起用 我怎樣用呢? 先將那個功能 那個按鈕 先將AM 同時馬上按加 即是說 現在AM就已經開了 接著就將那個功能的指示 是去到FMO 那一盞燈亮 記住一定要亮一盞燈 是同時馬上按加 在這個情況之下 AM和FMO 同時就在這裏運作了 那手法 又是我剛才所說的 按住它 或者你去 但是你這樣壓 那個壓點是這樣 或者這個同時 不斷施力來擦 來擦 通常呢 如果你是按得緊一點 它那種感覺是舒服一點的 那種電的刺激 是沒有那麼尖銳的 是能夠接受到的 那你就去這樣做 做完一點之後 通常我們會做 一、兩分鐘左右 或者兩、三分鐘 視乎病人的情況是怎樣 接著呢 你就找到另一個地方了 譬如我知道這一點 你也是痛的 你可以將那個 太空笑形精 丟到另一個地方 有時候呢 在這樣轉的時間 那種感覺會強烈 那如果病人是不太習慣 你初時呢 可以先將那個電力 是減弱了 或者用這個減的按鈕 將電力減弱了 那你接著呢 就先放到另一個位置 那 放了 放定了 那你先將電力 慢慢地加 加到病人能夠忍受 基本上 越高越好的 那你就是這樣 按著這樣做 這就是最基本的手法 最重要的手法 一定要找到痛點 開到電力 開到最高 它能夠忍受 然後呢 你就大力來幫它做按摩 有時候呢 你可以叫那個病人 是幫助你的 那你怎樣呢 就叫他呢 譬如這個肩膀的地方 你叫他動動他的肩膀 轉動 那目的呢 是將我們那個 接觸點 神經線的接觸點 或者筋的接觸點 是增加多一點 它來轉 向前 向後 肩膀的向前 或者向後 亦都會幫助這個接觸點 那 基本上呢 我們先做那個 壓痛點的治療 那可能你會找到 比如這一點 這一點 通常肩膀的地方 都是大不裂 這些地方 會痛的 或者這些地方 那你找了之後呢 就先 每一點做它一兩分鐘 做完之後 做完之後 做這裏 做一兩分鐘 跟著 可能這裏 又做一兩分鐘 做完這裏 又做這裏 一兩分鐘 做完之後 你就用另外一個 我們叫做 掃的動作 掃的動作 在這個動作 我們通常習慣 都是用那個 基本的功能 基本功能 即是說 我將我剛才的 那個Mode 是消減了它 那怎樣做呢 相關燈熟了 減了它 這個FMO 減了 AM 減了 減了它 即是說 它現在回復 基本的做法 那當然 另外一種的做法 你就直接 將它一次過 重置了它 我叫做reset 重置了它 手法就是這樣 按著這一點 按著它 按著它 接著是按一按 開那個鈕 再放下下面那個鈕 這樣情況之下 那個電 和那些功能 全都沒有了 即是說 還原基本的功能 在這情況之下 你要加回電力 要慢慢加回它 加到那個病人 認為足夠為止 夠了 你可以做這個動作 如果你留心聽一下 聽到嗎 有聲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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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滑的 很滑的 你可以做到下面 一直這樣做 或者是 左邊 右邊 這樣 螃蟹的地方 通常也顯示 這是一個問題的部位 你可以做久一點 或者 或者 將那個電力 加回強 甚至乎 譬如你做了幾分鐘之後 你發現 那個地方 還是很粗 這樣 你怎樣呢 你可以 將那個頻率 改到高一點 即是說 將那個頻率 顯示 先開 接著 加它 加到最後 頻率就高了 即是轉不同的頻率 再來進行治療 你聽到聲音 這個是高頻率 很多時候 如果你能夠 變頻率 再進行治療 本來很粗的地方 很快 那個粗點就會消失了 你也會聽到 有問題的地方 聲音可能會大一點 這樣 這個是一個基本的手法 就是這樣 好 小凌晶要拿到最高的療效 關鍵是 你能否找到那個壓痛點 所以你一定要花點時間 好好地找到那個痛點 才進行這個治療 譬如一般來說 我會指示一下 一般的情況之下 這個壓痛點 大概是什麼地方 很容易找得到 譬如很多人的頸巷的痛 或者緊 你的壓痛點 很多時候可能會是 發根下面的 或者沿著頸巷的兩旁 我通常找到 不是這麼小的 你要很大力地摔下去 扶著那個壓頭 之後 你去這樣 嘗試去找一下 嘗試去找一下 或者是 子宮帶你去找 大手指宮去找 亦都可能在這裡 或者這裡 你都要這樣 帶你去按 要帶你去按 要帶你去按 勢力未必可以 拿到這個痛點 肩膀和兩旁 有些時候 在這些地方 很容易出現 痛的地方 這些地方 甚至乎 有些人 就會在這個地方 譬如有膽石 有些反射的痛 會在這裡出現 你會沿途兩旁地找 有些情況 肩膀痛的痛點 可能會在這裡找到 腰背痛方面 其實沿著 都是有可能 有的壓痛點的地方 這些地方都會有可能 兩旁都去試 用大力一點去找 去到下腰椎 很多時候 人的腰背痛 痛的地方 會在哪裡 會在 譬如 這裡的地方 中間 通常很容易 經常會痛的地方 除了這裡之外 兩旁 這裡兩旁的地方 這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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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女性的 腰背痛 下腰痛 那個痛點在下面 會在這裡的地方 例如這些 低一點的地方 也有可能 當然有些人會發現 肌肉這邊痛 或者兩旁 或者是 腎的位置會痛 這些都是一個 常見的痛的地方 你去找 就要去擦一下 去看看 去感覺一下 好 哪裡痛的時候 你找到痛點 你先把小靈精 按在這個地方去做 有時可以這樣按 有時可以這樣按 也不重要 這就是腰背痛的做法 如果身體其他部份 我叫Kent轉過來 譬如有些人說 頭痛 頭痛 在太陽雨的地方 兩旁 如果是你找到 你也是這樣 這樣擠下去 要貼到實一點 不要這樣鬆一下 鬆一下 要貼到實一點 來到開機 是這樣去做 也可能會是前壓 或者是眉的中間 這些都是一般 很多時候 頭痛出現痛的地方 如果是臉部痛 或者是牙膠的問題 很簡單 你也是先找到痛點 這樣就把小靈精壓下去 這樣做 當然 如果你發現有牙周病的問題 牙痛 牙肉腫脹 你也是找到地方之後 你就這樣放下去 在外面可以放下去 不需要在內面 當然有些人 如果有舌有飛支 你其實也可以伸出舌 放在舌上 當然電力要降到很低 可以的 好 譬如喉嚨痛 怎麼辦 也是 你在哪裏痛的地方 你可以這樣放下去 或者在這地方 可以放下去 譬如有些人 甲上線的問題 你也可以放在甲上線 那裏 一樣可以的 這樣地方 好了 好 還有一個很常見的 就是我們肩周炎 通常都四十歲 五十歲 很多人都會出現這個問題 或者有時候運動 某些運動 都很多時候會弄傷這方面 肩膊的痛 一定要找到一個痛 如果你就這樣幫它 隨意做 你未必做到一個療程 你會有些但不會那麼高 如果你想想拿到接近一百分之一百的療程 你一定要找到一個療程 在我們的經驗發現 如果是肩周炎的地方 最常見的問題 第一點我們會在這裏 在這裏 通常你如果認真地壓下去 會很喵 這是第一個部位 最常見的部位 第二點 很多時候我們會發現 是這些地方 有時候痛 可能不太高 下面也有可能 最重要是你找到痛點 壓下去 即是要這樣壓 你的手指這樣壓 未必找到的 你用大力地壓到它 其他部分 就可能在這裏 這裏的三頭肌的後緣 那個地方 也是一個很經常痛的地方 也有時候 就會軒延到這個地位 這是一個小腸經裏的一個穴位 很多時候肩周炎的痛 這裏都會痛 你找到之後 或者可能在上面也可以看看 我們經驗來說 通常是兩三點痛 可能只有一點痛 關鍵痛往往是這裏 你做到這個之後 就被小形跡這樣壓下去 開機之後做 接著病人可以幫助你 把手臂向下動 來動它 來動 或者向上動 向前動 或者向後動 動得到也被它動 這樣會增加療效 最重要的是 找到童叫麥娟娟娟 好了 現在很多人打網球 或者做炒鑊 煮東西 勞選了 我們叫做網球手 這裏 我們經驗 痛點多數是這些地方 你這樣按這個地方 它會叫 嘩!很痛 很多時候 他們會說 痛點是骨頭那裏 但如果你只是骨頭上方 表面來做 效果通常一般 一定要接觸根的地方 通常我們會發現 這個地方是最常見的 有時候 我們除了在這裏做 很多時候 可能會做前面 這裏的肌肉 可能都浪損了 譬如你做了一輪之後 這些地方 你做完之後 發現效果還未如理想 你怎樣 你很可能 還未找到其他 額痛點 我們經驗 有時候 額痛點會在這裏 你試試找到之後 你會發現 真的痛 我們便會做這個地方 好嗎? 這樣去做 亦是按住它做 AMFM 做完之後 病人亦可以幫助你手 動一下動一下 效果會更加好 亦都可能內側 我們叫做 奧爾夫球手 很多時候的痛點是這裏 我亦都是 先找到最痛的地方 按下去 這個地方 或是高一點 或是落一點 總之 一定要找到它痛的地方 手腕方面的問題 亦都是一樣 有些人會扭傷 我們發現 很多時候 在這些關節位 在這些地方 未必是在表面 在這些關節的地方 找到 你也是 用死凌晶 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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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經驗上 發現 是常痛的 壓痛點的部位 按下去 如果手弄傷 或者是蛋指 很多時候 蛋指 會是這個手指 小靈精 都會盡量找到痛點 按下蛋指的部位 例如手指的关节炎的痛 或者弄伤了痛 或者意外受伤 弄伤了手指 其实你找到关节炎 这个手指是肿了的 你就尽量贴着它做 先做一个方面 一方向 左边 右边 或者围着那个手指都做完 每个地方都做它 一两分钟 两三分钟 视乎那个情况 来到预定 通常做完之后 手指会立即活动 这个上肢有很多时候可以做到 有时人觉得腊骨方面扭伤 他经常以为心脏病 进医院几次都发现 都不关心脏事 我们经意发现 很多时候腊骨和胸骨之间的关节 是伤了 浓損了 亦是先找到它 这样扭伤的地方 扭伤的地方 这就是需要持续的地方 然后小晶晶是这样扭伤的 来做一样的动作 基本上动作上是一样的 也有些人可能胃痛 不舒服 我们发现 你会在这些地方 这样下去做 这样做一两分钟 这样下去 甚至乎 或者围住 胆的部位 或者肝的部位 也可以这样做 这样你帮它擦 来帮它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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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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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通常我们经常发现 如果你是做前方的位 很多时候 你要做相应脊椎的部位 例如有些人做了这里之后 效果可以好了三四成了 你同时做背脊后面的神经线位置 你会发现身体所有的器官 都是由脊椎的神经供应的 例如胸椎第三节 我们的心脏 呼吸系统 胸椎第五节 其实有几节都有关 不是通常一节 然后 心肝脾胃 通常是这些地方 你可以这样做 帮它扫在这里 或者找到痛点之后 就做那些地方 很多时候 内部器官的问题 是可以反射到脊椎的方面 你可以帮它做这些地方 其实脊椎很重要 我们经验试过 有时候 你只做脊椎 不做前面 效果可能更好 只做前面 不做后面 好了 有些人是肚痛 不舒服 下腹 我都是压下去的 压下去 或者掃 腹部来到贴育 一定要贴育 来到这样掃 如果有些人 旁肝炎 女性的旁肝炎 做低一点 扭住它去做 扭住它这样做 这样做 或者经痛也是 下腹这样掃 除了下腹掃之后 或者周围 深入点按住 如果发现可能是卵巢的问题 你按下卵巢的部位 最重要是 接着 要做下腰椎 这里是比较低的 不是那么高的 是在这些地方 你可以这样去做 这样做 这样做 就是务求 基本上 脊椎神经 供应器官的地方 全部都是有机会做 很多时候 人们会发现 他的痛点 是在我们的宽关节 比如老人家 开始 宽关节老化 他发现行走路又痛 或者站得久会痛 你会知道的问题是 宽关节 我们叫hip joint 宽关节的肌肉 有很多 亦有很大的筋 保护着它 要找部位的时候 我通常也要很大力去压 通常会在这些地方 宽关节是这样的地方 你可以上缘 前面 或者下边去找 如果你找到很痛的地方之后 你可以帮它进行治疗 例如这个关节 这个位置 你可以看到这些地方 我们通常会叫它 坐在那里 或者躺在那里 来做这个治疗 扼也很入 用AM、FM 来做 大概两、三分钟 每一部份两、三分钟 基本上都是在 这个关节的附近 好了 如果一个人的痛 在脚部 你也可以沿着脚去找 例如这些运动 这个筋骨 这个地方是受牢损 你去按摩的时候 你会按摩到痛的地方 痛的地方 找到之后 你这样握住它 做它一、两分钟 或者这样做一、两分钟 OK 好了 如果那个痛点在膝头那里 我试试 把脚放起 看看膝头的地方 先将它这边向前面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痛点 会在我们这个叫做 膝眼的位置 这里 或者这里 如果真正在那里的时候 那会摆下去做 或者是两旁 甚至是中间都有可能 也有时候在壳顶 这里的位置 也有时候会在这个 我们叫做血液 所谓血海穴 你按这里 它会觉得很痛 也有可能在低一点的地方 这些地方 也有可能的 关节这些地方 也会痛 如果是弩损性的关节炎 可能会在教育之间 这一点 这一点 我就会在这里这样做 或者在这里这样做 这里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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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这里 这些是常见的额痛点 但如果你做了一轮后 你会发现 也还未成功 它仍然有些冤痛 它会告诉你痛是很深入的 或者它觉得起床落地的时候 在弯曲室的时候 是无力的 这些情况之后 我会发现问题往往在背后 在膝头的后面 就会在这些地方 在这些地方 很多时候的痛点 可能在这些地方 在这些地方 这个 或者这个地方 甚至乎就这样在中间 这些地方 或者下面的地方 下面的地方 你找到的地方 比如这里是痛 那你就这样做 按下去这样做 这样 这个我会发现 很多时候 问题其实在膝头后面 就不是在前面 你要找它出来 有时候有些人 那个小腿抽筋 那你也可能找到 这个抽筋的冤痛的地方 那找到之后 你也用小凌晶 把它按住去做 OK 或者是按住去做 或者是这样扫 这样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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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 好了 那万一你所谓 扭伤的触果 那样 那大部分的扭 通常都是向里面 这样扭 你这样扭一扭 那受伤部位 通常是这个地方 那也是 你先找到痛点 找到痛点 很多时候 这里是一个最常痛的地方 那你找到之后 那你把小凌晶 这样放进去 用AMFM 这样扫住 然后去做一下 或者 它可以 动一下 那个膝头 那个足够 这样 你一路做的时候 它会动一下 这样 那你找到之后 那你把小凌晶 这样放进去 用AMFM 这样扫住 然后去做一下 或者 它可以 动一下 那个膝头 那个足够 这样 动一下 你一路做的时候 它会动一下 动一下 这样 这就是一个手法 也有可能 痛点在前面 或者这些地方 都有可能性 当然 也有可能 会在后面 或者 直接在后面 这里 这个地方 你找到之后 你就这样放进去 或者可以这样看 这样放进去 这也是一个 常见的 压痛点 当然 也有可能 是 脚趾 脚趾部运 或者是 脚底的问题 你就会摸下去 譬如这里 那个 骨齿 在这个地方 你找到的地方 之后 很多时候 脚皮 就比较厚一点 或者是会干一点 有时 你放进去 把机的电力 开到最大 病人都不觉得 觉得 有少少的感觉 在这些情况之后 你应该用一个 湿手巾 将皮肤 弄湿一点 再放进去 让它过电 是觉得好一点 这样子 不知道 还是要有什么 你不觉得 喜欢的 这些东西 不是 能不能